看得出兰芝魔君已经心动了 秦义又马上补充 魔君 如今范英谷比翼鸟族和叶萧族 昨日被我君攻打 虽然没有彻底攻陷 但根基已被动摇 想必敌君这几日忙于修复都城 帮助都城内民众的恢复生活 无暇向我君发起攻击 现在确实是派人出范英谷请外援的最佳时机 贱孽仍向自己识眼色 周峰点了点头 复合秦义 道 魔君 秦将军所言即是 经过几日激战 想必神魔两族都需要时间缓一缓 我们何不趁着这个时间派人回去请援兵 但我们在此修整好了 援兵也到了 届时内应外合 一举攻下比翼鸟族和叶萧族 周峰话音刚落 董月也不甘落后 接着说道 董援兵一道 我们率兵马攻打比翼鸟族 同援兵内应外合 一起攻打比翼鸟族 待拿下比翼鸟族后 何惧区区一个夜消足 本君何尝不知之道理 只是日今我兰芝魔族兵马不足 何处能找来援兵 兰芝魔君忧心忡忡 这 聂元终于明白为何兰芝魔君之前为何一直闪烁其词 看着一旁的徐云 聂元问道 徐云 我今粮草还有多少 还能支撑多少日 知道聂元的用意 徐云攻身回应道 此次攻打犯阴古仓促 加上临出发之前 我军前线大营的粮草遭敌军烧毁 我军粮草最多只能维持五日 古语云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若没有粮草 如何能确保打上仗 这个道理兰芝魔君当然很清楚 聂元顺势看着兰芝魔君 提醒道 即便魔君不向外请求增援 但这均匀的粮草还是需要魔君筹谋 兰芝魔君侧头看着聂元 道 聂将军 不知玄芝魔族有没有兵马支援攻打犯阴古呢 玄芝魔族这些连一直往抗魔前线送子弟 聂元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兄长 聂方日夜为此事而伤神 魔君 我玄芝魔族常年同神族对峙 虽然君想与我族不算什么 但这兵马吗 我族也是匮乏得很 文言 兰芝魔君那两道浓密的眉毛明得更紧 魔君 此事我们为何不找其他魔君帮忙 话比 聂元向兰芝魔君使了一眼色 见兰芝魔君还没有反应过来 聂元直接点破 难道魔君忘了 攻打犯阴古除了是兰芝魔族和玄芝魔族的 计划外 还是整个魔族的振兴大计 文言 兰芝魔君快速在脑里过了一转 茫然地问道 除去范英古往返魔族大赢的两日时间 筹集兵马时间最多不能超过三日 否则派出的支援意义也不大 谁能几日内集结一支部队呀 聂元早就听自己哥哥提起 这些年赤魔君在兵马方面对神魔大战的支撑 如今形势紧迫 聂元只想快点说服兰芝魔君派人回去找赤魔君请求增援 魔族同神族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各个魔族分支多少都要为大战支援兵马 如果想要由单独一族提供此时此刻 我们魔族除了一直镇守在白水山的魔族大营的那位魔军外 还有谁能在短期集结一支部队 虽然聂元没有明确说出来 但兰芝魔君也知道 他说的除了姬衡 还有谁 姬衡向来周旋于神族同魔族之间 虽然他暗地支撑神魔大战 但明面上却从不沾染 如今神族派了谢化楼去魔族 热一下子要几横集结一支军队 只怕他不会为了攻打范英谷而做出令神族更怀疑他的事 魔族如今多了谢化楼 想必他的处境也不容易 起码不可能如从前那样轻松了 为求自保 他未必会理会我们 姬衡的处境 秦衣也是有所了解 但如若他现在不派出援兵 别说日后要统治范英谷 就连攻下范英谷也未必能做到 想起昨晚杀凤九的情景 文昌彤滚滚向自己飞来的情景 秦衣真忧心他日战场再见 魔君 我有办法 兰芝魔君狐疑地看着秦衣 问 秦衣有办法 秦衣点了点头 便凑到兰芝魔君耳畔 笛声将姬衡交代他乘机在战场上杀了凤九的事简单地说了一下 听完秦衣的话后 兰芝魔君十分震惊 看着他 问道 这可是真的 秦衣点了点头 道 若魔君不相信 莫将可以修书一封 魔君派侍卫将书信亲自送去 会否出兵 届时就见分枪 在场仲将领不解地看着兰芝魔君同秦衣 纷纷问 魔君 向外请求援兵之事 知道姬衡想要刺杀凤九世观众大 兰芝魔君看着秦衣舍了一眼色后 向仲将挥了挥手 道 此事 诸位不必忧心 本军马上安排姓氏出范英谷请求增援 话必 兰芝魔君看着一旁的侍卫 道 马上在军中挑选两名脚乘款 修为不弱 心思心密信使明来 文言 在场仲将脸露喜色 纷纷攻身道 魔君英明 太好了 有了援兵 我们还怕这神族大军吗 就是 这范英谷必定可以守到秦来 等在场仲将平静下来后 兰芝魔君问道 援兵本军会安排 若援兵来 要如何攻打这比翼鸟族和夜宵族呢 不知诸位有何高见 周峰拱了拱手 建议道 魔君 范英谷地形特别 想要入谷就必须经过浮渝山边 末将建议 等援兵到浮渝山边 我军可以先去攻打比翼鸟族 这样 等援兵落到范英谷后 前后加攻之下 比翼鸟族必定可以攻陷 秦义点头复合道 如果我军占领了浮渝山边 神族想要派支援部队 那我们的援兵也可以拖一拖神族援兵 等比翼鸟族攻陷 我们再集中兵力去攻打夜宵族 想到兵强马壮去攻打夜宵族 再同滚滚来一次打斗 诚映心中暗暗兴奋 聂元总结道 魔君 如此一来 整个范英谷就都是我们的了 魔君 末将认为这个方案不错 对 魔君 末将也觉得以这个策略 我军必定能将范英谷拿下 兰芝魔君点了点头 笑道 好 就按诸位的意见 谈话间 两名黑衣信使出现在魔族军中大营 信使攻身行礼 道 魔君 兰芝魔君看着信使 舍了一眼色 示意他们走到自己跟前 趁着两名信使凑到自己跟前 兰芝魔君在其中一名信使耳畔低声 下令道 你走一趟前线魔族大营 跟孽魔君汇报战况 让他务必派出实名修为高深的战将 五日内来到范英谷增援 信使点了点头 回应道 是 魔君 兰芝魔君点了点头 又凑到另外一个信使耳畔 低声吩咐 你即刻回白水山的魔族大营一趟 将秦义将军的信尖交与持魔君 让他马上集结一只兵马 连同军用粮草 务必在五日内送来范英谷增援 这份信尖 务必亲手交到他手上 千万不要落到其他人的手中 划笔 兰芝魔君将从秦义手里接过一份信尖 交与纳信使 两名信使公身行礼后 便转身离开 直到魔族派信使外出范英谷请外援后 站在中京大营窗户外的文昌铜凤九乡是一眼后 追随两名信使而去 军营内 侍卫巡逻不断 而两名信使修为不低 未免节外生枝 文昌同凤九乡是忍忍跟在他们身后 准备等离开军营 再将他们干掉 穿过十来个营帐 文昌发现了一个被不少侍卫守护的营帐 文昌细细查探 发现这营帐非但没有强大气息 如果这并非军营绕园的营帐 为何有如此多侍卫看护 除了是粮草营帐 文昌想不出还有什么营帐需要重兵把守 想起方才听到敌军有五日的粮草 文昌不经勤力想要毁调部分粮草 仗值剩下一日粮草 见那两名信使越走越远 而文昌却看着一旁的营帐 凤九一伸手拉了拉他 又吵使了一眼色 文昌看了一旁营帐一眼 示意凤九留意 顺着文昌的目光 凤九忽一地看着眼前的营帐 正要问这营帐有什么特别 却见文昌一闪身 入了营帐 虽然担心那两名信使会离开 但凤九知道文昌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才会进入营帐 没有思索太多 凤九也跟在文昌身后 进了营帐 走了几步 离间内充斥着粮草气息 凤九才明白了文昌为何进入这营帐 见文昌查看营帐内各处粮草的情况 凤九快步走到他跟前 压低声音 问 文昌 是想要毁掉这粮草 感应到一股不弱的气息往自己靠近 文昌连忙回头看着凤九 朝他使了眼色 示意他莫要发出声音 知道文昌的想法后 凤九心中焦急 正要提出疑问 却见他向自己识眼色 此时 凤九也发现营帐外人影晃动 似乎有人靠近营帐 便马上收敛心神 安静下来 下一刻 营帐外传来了对话 徐云将军 怎么来了 粮草有没有什么异常 徐云将军请放心 粮草并无一样 我们都时刻不敢大意 你们一定要盯紧这粮草仓 这可涉及到整个军营往后五律的口粮 万不可有丝毫插持 徐云将军多虑了 属下必定打醒十二分精神 守护军营粮草 等营帐外的嘈杂生渐行渐远后 文昌又继续往营帐内走去 知道安全后 凤九又快步往正在查看粮草的文昌走去 才凑到文昌跟前 凤九轻声道 文昌 虽然我也想要把这粮草给烧了 但这样不是会打草惊蛇 如若敌军发现我们潜入敌营 改变原定策略 提取攻打比翼鸟族 那该如何好 查过这营帐内的粮草的使用情况 文昌发现靠近营帐门的粮草有搬走痕迹 可见敌军会先用靠近营帐门的粮草 听到凤九的问话 文昌挑眉看着他 道 毁敌金粮草 除了火烧 难道小白就想不到其他方法 凤九狐疑地问道 其他方法 文昌笑了笑 没有回应凤九 只是会守使法朝营帐内的几堆粮食添加了不少虫子 看着文昌嘴角的那抹笑意 凤九满腔狐疑 一边快步往刚刚被文昌是过法的粮草堆走去 一边问 文昌 你往粮草放了什么 粮草最怕什么 就放什么 文昌若无其事地说道 才走进粮草堆 凤九就已经发现上面出现了一些正在吃粮食的小虫 用这个方法 敌军确然不会那么容易发现 但我们想要等小虫毁掉这粮草 做少都要十天半个月 到那个时候 估计这敌军已经被我们歼灭呢 知道凤九担心什么 文昌挥手施法 看着一旁的凤九 问 这下小白应该放心了吧 文昌的术法刚发出 原本熙熙落落分布着虫子的粮草堆 瞬间被虫子所覆盖 而这些虫子吃粮食的速度更加惊人 呼吸之间那对粮食已经被虫子吃了不少 凤九赞许必点了点头 道 做得不错 话比 凤九看了看营帐外 忧心忡忡地说道 文昌 好了没有啊 可以追那粮信使了没有啊 若让他们离开了范英谷 请来了援兵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 等这里的正式办完 再去追他们 话比 文昌一挥手又用粮草将这些虫子掩盖 以免敌军太早发现